大家好,我是汉文,今天比较早 2021年了,1月25号,早上10点左右吧 算是我骑得很早的时候了 因为今天呢,要去交这个新买的房子的尾款 也就是全款,因为贷款 用我妻子的名义贷,她说 银行说30天给回信,一直都没给回信 也不知道是贷不下来呢,还是说还要等 他们银行的职员说要去 我们要买那个房子实地去考察 也没什么信,也没给我们打电话 那我们只好全款先买了 拿的钱是多,然后 但是贷款毕竟也要花利息 然后就约定的金钱交为款 首付是2500万,大概15万人民币吧 然后是十分之一 总价原来是要两亿六千万 讲下来一千万是两亿五 正好是一百五十万人民币 加上税是一千两百万 加上中间还有一个律师要参与做公证什么的 具体多少钱不知道 然后中介费是大概一万两千块钱 一万三四吧 一万三四人民币这个中介费 加一起是一百六十多万吧 全下来的话 这是一个房龄特别长的房子 大概要 房龄比我岁数还大 1978年盖了 然后经过了几番装修吧 应该是 但是里边的面积还可以 我感觉大概有三十平韩国平 也就是九十平将近一百平中国平的那个大小的地面 然后有两层的建筑 一层呢是可以当门脸 有两个小门脸 玻璃的对外的 位置就在仁川的中华街附近 中华街就是中国城嘛 拆那堂附近 为什么要买这个房子呢 其实也是很纠结很无奈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店是租的嘛 这个房东呢 挺不讲究的 正常法律规定是提前三个月要通知 就是到期三个月以前要通知 就是说如果我不租给你了 或者说租客说如果我不租了 相互都要通知的 因为我要找下一个地方嘛 法律规定是这样的 但是他没有遵守法律 相当于是把我给赶走了 我那么多货呢 在下个月14号之前就必须要搬走 但是其实找 在附近找 现在那个库房那么大的仓库 和办公室是非常难的 一个是没有 都是老房子 都是小户型 再一个就是同样大小的 房租都要贵出去一大块了 我们那个是110万 找同样大小的可能就要翻倍 220甚至300万 这个也是我们承受不起的 那还就不如买一个了 结果就在两个小时之内 我们就决定 不再租了 因为看了好几个房子 连二楼三楼的 需要坐电梯搬货的那种的 那都七八十万 那都七八十万